本期话题 度中茶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度中茶的功效 度中茶它实际上是主要保留了度中的基本功能 一般是用度中叶或者是度中的另一叶做的 或者是用度中的花水 早期的花来做成的茶 那么这种茶基本上保留了度中的基本功能 首先是度中具有不干肾 出境了身脏发育抗衰老 不胜助养 另外呢改善肌力 就是健脑医治 另外呢度中茶来保留它降压 除了以外呢 它降压降脂降糖效果也非常不错 具有一定的减肥作用 并且度中茶还有一定的通便作用 所以对这个润肠通便也是可以用的 度中茶作用是比较方便 除了以外它具有一定的抗菌消炎 还有了减肥等作用 在它饮用度中茶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了 如果说是它因为降三高反过来 病人你是低血糖 或者是平时就是偏瘦啊 或者血压偏低的人 那么我们还是不建议饮用 另外呢度中茶呢 它在补育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说 到这比如说腻尿啊 比如说大便肝的人 我们还是不太建议过多饮用 请不回 请不吝 tier